家俩先生活一段时间 完了之后再干啥 不是说失婚吗 失婚 你也过了这 你可以生活一段时间 不是说别的失婚 他怎么办别的失婚 今天继续咱们的奇葩相亲专场 大爷相亲人老心不老 上来就要先失婚 大姐之言工资上交就行 必须得把工资卡给我 我长大钱 一千不跟我 我都不可能跟他过 大爷今年56 有房无负担 每月收入5200块 因为是个人民教师 所以优越感十足 要求女方门当户对 有编制 未婚未育各都高 为了达到这个标准 大爷不惜单身17年 导致如今饥渴难耐 无薪工作 因此大爷开始各地相亲 毕竟地球这么大 总有一个人能满足他 谈起离婚原因 大爷突然满脸的无奈 表示离婚错不在他呀 怪只怪老婆天天躲着他 不给做饭也就算了 连需求也不能满足 找这借口上这哥哥家 上这哥哥家 也不怎么着家 那是要他呀 咱们说就是说文明一说 你得照顾我超市家务 我个人收入屋子 那要你喜欢他 是吧 大爷为人师表 咱多少注意点嘴脸吧 自己什么德性没一点输吗 可但大爷偏使不听 相亲八次被拒八次 他依旧不抛弃 不放弃 此次来相亲 除了上述要求外 他还舔着脸弄了个子偶精灯 要求对方长得漂亮 身材好 关键年龄还要小 这样我感觉你的要求 如果一直这么高的话 你要一直找不着大人 找不着再说吧 再降呗 大爷哪来的脸这么自信 一大把年纪了 还要求女方这么多 咱家真的是缺镜子吗 还是实力太强你飘了 根据大爷的要求 节目组找到了 做服装生意的董大妈 终究是我们长春人太少 满足不了大爷的高要求 大爷要50以下的 你找了个超标的 大爷要未婚未育的 你弄了个离异带俩娃的 这我们大爷还能忍 吐槽大妈不光年纪大 长得还一般 长得一般 他就算一般人吧 就说能打 就是分一般 一丑大爷人矮 事还多 大妈绷不住了 也要和大爷唠唠他的子偶标准 我没想到他是真实 没想到他是乡 乡村的教室 因为我的标准是啥呢 工作必须在5千5千以上 有固定收入 有固定住房 硬件少 那他都有啊 身高的1米73以上 最低的1米73以上 必须得是7米 对 你看不上我长相 我瞧不起你身高 眼看乡亲要凉凉 大爷那股民一只自信 突然又上头了 他的身高挺好 我这下子 你不愿意的多了 你还想和太阳肩并肩呢 你咋不直接上天呀 你原来不对 年龄要求特别高嘛 那咱们对咱们今天 一个大姐 年龄就可以了 好特色 特色 特色 你还不行 结果咱们大妈 压根不吃你那套 指责大爷又要成理人 又要年轻貌眉 身材好 关键还想空手套白狼 这海拔不高 脸是真大 想找我 凭我是不是小 脸多少 然后你花我钱 我还不心甘心甘 现在女人谁嫁给你 我问你 把你自身的条件 你衡量一下 不是说要你车有房 有固定收入 是不是 各方面你都得符合 你才嫁的 要不然他不如 自己单身的 是不是 但你钱都不应该 给女人花一张 你干嘛呀 一听这话 大爷立马顺肝往上爬 来了波现场告白 对此我们大妈则表示 你很好 但我只拿你当兄弟 你一心自我里 我不说以后咱们就一个好哥们 好姐们都可以 林不足这边呢 也是不死心 魏大爷找来了第十位相亲对象 我就想找一个 就是说一个有老板的 然后你每个人能承担我公司的 就是说你千万钱的生活费 可能厨艺上班 但是上班 只能花在我的吃 那么用作上 三无大姐相亲求保障 只要老头有money 年纪多大也无妨啊 我这天不干什么 去找个老头 你老板有房子行 这话说的没毛病 老头好老头妙 老头事还少 老头有敌宝啊 于是节目组介绍了56岁的人民教师宋大爷 找个省城女人 对啊 省城女人 她七十女 我上八的八的 可不敢胡说 一个图钱呢 一个图户口 这场相亲堪称绝配呀 大爷今年48 没房没车没工作 外嫁一个19岁的女儿 虽然啊 大姐除了年龄小 没有一项能达标 但嫁不住大爷偏偏就爱这一款啊 对你讲找个啥味儿的啊 我就找你两个 没错没错 只要你年轻貌美有魅力 我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 别看大爷是个英语老实 但小嘴巴巴起来 竟是油嘴滑舌 我一看你挺年轻的挺漂亮的 还有点魅力 那你下回再看那句 我还漂亮怎么办呢 我今天四似班 你再用个三十八的呢 那我就不得三十八 下下三十八的 不然啊 咱单身十七年 她不是没有原因的 可人家大姐可不管你这些 你男人有十万年前 这点像才 此次来相亲 她的目的也非常简单 哎哥 你身高多些啊 哦 身高的一米七三以上 最低的一米七三以上 必须得是七三 对对对 毕竟海拔高无所谓 关键Marley要到位 那你要是找另一半的 那工资卡上交不 为啥非要掌管经济大权呢 因为大姐没钱 没房没工作呀 还有个女儿要帮衬 十九 没有得有一块一千 要的生活费 对我出 还要出生活费 感情闹了半天 咱也不是奔着老伴来的 咱是奔着提款机来的呀 这边大爷一听 还有养女儿 直接坐不住了 因为在他看来啊 花钱帮别人养女儿 这不纯拿他当冤大头吗 于是他小奶的官一转 提议让大姐气诉他前赋 他那也不管了 你在离婚那方面 他也拿 不拿 你可以反而起诉呀 嘿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结果人家大姐压根不吃你那套 直言不给钱就拒价 我不行 必须得把工资卡给我 我都赶了大钱 一听这话呀 大爷心里泛起了嘀咕 给了怕被骗 不给啊 又怕留不住 毕竟年轻漂亮的这一款 确实不好找啊 没想到正当大爷左右为难的时候 大爷的手机响了 同时又给大爷找了个不要钱的 你刚才那个谈 你吗 我不要工作 这是你给你吃 我这个 丑手大爷的魅力 一边想着 一边介绍着 果然啊 有偏的男人不去爱 那你说我拿你钱 我还能跑啊 跑了工作卡 我人跑了工作卡 一停我还能得到钱 但是我也不是骗钱那种 别人都需要一个保障 一边是年轻漂亮花球大 一边是年纪大了 管吃喝就行 你会怎么选呢 这边啊 大爷也深知遇上了对手啊 但奈何大姐偏偏长在了她的审美点上 于是她又有了一个大胆且不要脸的想法 咱俩先生活一段时间 完了之后再干啥 不是说试婚吗 试婚 别闹了我要试婚 我都试好一会 我就不是试婚的人 过了人呢 这个吧 跟过不过来人 就是说都没有 没法怎么管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必要去试婚 你为什么要自己掉坑里呢 口门大爷相亲搞白嫖 要求年轻漂亮伪生娃 还要提前试试私生活 随后还扬言 我很单纯你别多想 那臭的 大爷咱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长得不美想的美 咋的到时候你新鲜劲一过 直接试婚结束 转身投入另一位不要钱大妈的怀抱 你说眼睛给我接着人就不要钱 他这一过打电话 他说我找个跟你不要钱 就是眼睛给他试婚 关键大姐的需求 你模仑两可 拒绝回答 相亲搞白嫖也就算了 竟然还想带人回农村 等同意 你得上去电视 不能在这省城 省城待不了 这地方 这随身养不了 毕竟啊 城市套路深 我想回农村 绝不是省城消费高 我们负担不起 看到这里啊 你以为不要脸的只有大爷 不不不不 咱们这位大姐思想也不一般 去哪生活 去哪个城市都无所谓 我一直也没怎么 他在老家宅 没错没错 去哪里生活都行 但他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公司卡就得交给我 最主要是你的海拔太低了 海拔太低 就在海拔那里 高钱垫 高钱补充 高钱也考虑也垫不上 但我们大爷说了 公司上交可以 养女儿也可以啊 但他前夫也必须出点 他这孩子一千多块钱 我还同意拿 公司卡我同意 关键是 全男人应该管 要是我公 我肯定拿钱 一听这话大姐也选择让步 表示他可以出去工作 但他的钱只能是他的 我也不能处于上班 但是上班的钱不一定能 花在家里 只能花在我的吃 那种用度上 关键是啊 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新人 你公司卡交给我了 你就不管钱的去向了 拿到如果拆刀都够不应花了 没饿到你 你就认着 对吧 对此啊 咱们大爷则表示 给你公司花钱就给你账户 你这个吗 那我账户得多谢你 怎么讲的 别难行的 哥你回去考一考 明白着 我们大姐是个认钱 不认人的主啊 结果大爷偏偏找了迷 冷静过后 依旧四批来连 要给人住 上天上去上去连呗 他促促呗 什么 整个账户期的是城市小啊 留个联系方式呗 我们俩 处处 联系联系行不行啊 瞅瞅咱这副 鸡不可耐的嘴脸啊 真是给我们人民脚势丢脸 朋友的身份 咱就是接触接触 可以 未婚妻方式 那那现在都不达不到妹的 就是说 你对象的方式 你看达不到妹的那些 你看咱俩的话 能不能聊到的时候去 我能不能把你的海拔给忘掉 对 你能不能把那公司卡 那个心甘情愿的交给我 问我的去向 最后的最后啊 在大爷的不见奴隶下 终于拿到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啊 那么这场各有所图的爱情买卖 能否成功呢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